这一天的安心家访 共一百条动线 慈介志工带着香机饭等物资 逐户送祝福 有没有人在 谢谢你们 陈珠香的先生在外地工作 地震当天 他带着两个外孙跑到户外 一夜不敢回家 一下子几分钟就咬一次 几分咬一次 我们那天也要睡觉 得意法师带着陈珠香读尽私语 调福不安的心 专注贯彻心不要散乱 智慧开启身心端正 自然万事都清通 罹患糖尿病双脚截肢的王女士 看到师傅来 诉说心里的苦 地震来的时候不能跑 外孬很害怕 紧依着他 先不要怕他开了 这事给你的祝福 多厉害 感恩 祝福安伯 你带的儿子 平安就是好 对 精神不济的陈女士 担心两个从军的儿子 在灾区的安危 三天三夜睡不好觉 比如说要祝福孩子 因为妈妈比孩子还大 不要担心对住 弟兄也会互相照顾 对啊 不会让他单独 各地要安 谢谢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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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进去吗 强振重创始的花莲 人心惶惶 喜记人家坊 安住居民的心 珍惜平安是福 这个价值是无限的 对 带来新闻 这是美志工 花莲报导